首先抱歉的是最近真的很爛 所以今天的視頻也沒有字幕 那大家喜歡我的聲音就考考聽力唄 今天去看了最近很火的大魚海棠 我覺得這部電影實在是太厲害了 我今天只要吐槽一個地方 這個視頻就夠長了 我要吐槽就是他的台詞 一開頭的旁白 我們不是人也不是神 我們是其他人 其他人到底是什麼人呢? 從頭到尾給我的感覺就是神啊 為什麼一群會法術掌管白草 掌管白鳥的人還會問神存在嗎? 你們就是神啊 昆跟妹妹在船上玩餵魚 然後昆對妹妹說 你還想看點更好玩的嗎? 然後他就開始脫掉自己的衣服 往身上抹白白的東西 咦 我覺得昆這個人有點奇怪 之後女主角這隻紅色的海豚就出現了 昆的妹妹就指著那個海豚 對昆說 哥哥他好像喜歡你耶 Excuse me 你怎麼看出來的? 為什麼我都沒有看出來的 然而昆接受了這個設定 前面才說的自己不是神 男主角秋卻對著大海說 你知道你接受的是誰的愛嗎? 是一個天神 嗯 你不是說你不是神嗎? 電影在沒有足夠背景的襯托下 讓秋對女主角說出了這樣的一句台詞 我從小沒有父母 什麼都不怕 最怕的 就是讓你受苦 你們之前的感情戲有這麼重嗎? 沒有吧 男主角做了很多愛女主角的事情之後 女主角竟然脫口而出一句 秋 你對我 就像哥哥一樣好 Oh my God You're such a 面對這樣的女主 男主也只敢在睡著的時候問了一句 睡著了嗎? 沒有 你冷嗎? 不冷 那你睡吧 她哭了起來 過了沒多久 男主角就後悔了 她對女主角深情的說道 我真的很後悔 那個夜晚 沒有緊緊的抱著你 我的媽呀 這是誰寫的台詞啊? 八點檔連續劇都沒有這樣的台詞了吧? 沒有了吧 除了這個台詞之外 這部電影還有更多讓我覺得奇妙的地方 例如 女主角的爺爺 她的頭髮是小鳥叼著盤起來的 就不禁讓我想起了迪士尼的電影裡面 那些小公主 然後小鳥就會過來幫他們 把蝴蝶結 打掃衛生 女主角也是啊 說著說著就跳起來了 嗯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打在一起劍橋的那段 難道不也是 Let it go 大概就是這樣 其實我一直以為 這部電影叫大海魚塘 十幾年了 最近才發現她叫大魚海塘 Whatever 有很多朋友呢 就說頭髮柔順 說很像假髮 其實沒有 它是正髮 導演問問我是用什麼洗髮水的 我覺得 我說出來都很像做廣告 那我就不告訴你們了 然後用那個洗髮水的廠商 可以找我投廣告 等你喔 我的柔順的 頭髮 那一個人